1981年6月5日 担任护航任務的F-15战斗機 已经先行起飞 F-16飞行员们也已经进入座舱 随时接受起飞的命令 然而就在空军指挥部 准备发出起飞信号的时候 北京总理突然收到了 摩萨德的紧急电报 文件上清楚地写道 此次任务可能已经被伊拉克人发现了 1981年5月 摩萨德致电以色列总理北京 伊拉克核反应队将在7月投入使用 到1982年 伊拉克就能够至少制造出一枚原子弹 那么这样的消息 让总理北京意识到 时间对以色列而言已经十分紧迫了 必须尽快实施巴比伦行动 而另一方面 1981年6月30号 以色列即将举行大选 北京担心自己一旦落败 这个轰炸计划就会被搁置 此时的北京心中很明白 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他必须在大选之前 完成对伊拉克核反应队的打击 那么以色列其他内阁成员 会同意吗 1981年5月15日 以色列总理北京召集了内阁成员 他首先和反对党见了面 北京一再说 不能等反应堆已经运作了 才开始轰炸 那样会造成放射性污染 就是说他这个反应堆弄好了以后 它开始运作了 当然离生产核武器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你如果再去炸 你把它炸散了以后 这个放射性的东西 这个影响太大了 不久各部长开始举行投票 结果计划通过了 他们第一次达成了极致 不过政府内外 仍然有人怀疑 北京总理的动机 他们认为 北京的这一行动 与以色列大选临近有关 他和对手西蒙佩雷斯 将进行一场恶战 也许他想借轰炸反应堆之机 展示实力 对于这次大选 因为巴比的行动 是毕竟一时车化的 如果毕竟下了台 换了一个新的领导上台 这个计划很可能会持绣 所以这样考虑呢 就是这个行动速度要加快 决议已达成之后 战斗机立刻转移到了 以色列南方 一切就绪 只等总理下进攻命令了 可就在最后关头 北京接到了西蒙佩雷斯的一封信 不让他发动袭击 按计划 以色列原本要在密特朗 接任法国总统时 发动这次袭击 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军队里所有人 私下里都跟我说 你必须要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我在法国总统选举前 见到了密特朗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私下里经常会面 他跟我说 西蒙 你要相信我 所以 基于对他的信任 我找到了北京 问他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想在密特朗刚当上总统的时候 做这种事吗 这肯定会激怒法国人 于是他把日期延后了 1981年5月 弗朗索瓦密特朗果然赢得了法国总统大选 尽管他并不支持 此前法国与伊拉克签订的协议 但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 他还是宣布 法国会向伊拉克提供全额的油原料 以色列用尽了所有的外交手段 还是举手无补 所以他们决定按原计划展开空袭 时间定在1981年6月5日 为了打击伊拉克核反应堆 以色列耗时整整三年的时间 精心策划了这次巴比伦行动 到了1981年6月5号这一天 6架F15战斗机和8架F16战斗机 组成了当时以色列空军最强的战斗机编队 正在机场叙事待发 随时准备冲向伊拉克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北京突然接到了来自摩萨德的一则消息 正是这则消息 让在场的以色列的高层们 顿时目瞪口呆 1981年6月5日 担任护航任务的F15战斗机 已经先行起飞 F16飞行员们也已经进入座舱 随时接受起飞的命令 然而就在空军指挥部准备发出起飞信号的时候 北京总理突然收到了摩萨德的紧急电报 文件上清楚地写道 此次任务可能已经被伊拉克人发现了 看到消息之后 北京立刻决定暂缓此次行动 并命令摩萨德调查事件暴露的具体原因 仅仅数个小时之后 军方便认定这只是虚惊一场 但是这次推迟行动 却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 再下来一场 发现很多炸弹的隐性没有弄好 一旦扔下去 就是一堆钢铁炸下去 不爆炸弹 推迟行动也造成严重被动 因为摩萨德又给北京 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伊拉克计划于7月14日国庆节 启动核反应堆 核反应堆一旦装料启动 轰炸就会造成核污染 时间有限 北京很快就将袭击时间 定在1981年6月7日 傍晚6点半 因为计划这天是星期天 星期天这天 大家思想上比较放松一些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把时间的定在晚上的6点半中 定在晚上6点半中 也是有讲究的 一个晚上6点半中 是军队开办的时间 这个是一天当中 比较休闲的时候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军事方面的原因 到6点半中的时候 太阳阿弥险下山 太阳这时候已经挂在西边 以色列的飞机 从西边飞过来 对伊拉克发动攻击 它是背对着太阳 而伊拉克呢 伊拉克的空军 还有伊拉克的地面部队 炮兵部队 如果对以色列的空军 发起攻击 它呢 是面对着太阳 这个呢 以色列考虑非常折腾 除了袭击时间 以色列还对此次 巴比伦行动的飞行航线 做了周密的策划 从以色列到阿克达 至少要经过叙利亚 约旦 以及沙特阿拉伯 三个国家 以色列最终选择的航线 是从以色列南部开始起飞 先是沿着约旦 和沙特阿拉伯两国的 边界线飞行 巧妙地在其中 打了一个擦边球 以左右蒙骗的方式 达到眼人耳目 而后半段航程 以色列选择 完全飞进 沙特阿拉伯的领空 因为这片领空 是一片大沙漠 也正是沙特防空力量的盲区 最后以色列飞机 穿过沙特阿拉伯 飞抵巴格达 如果飞机 这就从以色列起飞 飞到伊拉克的巴格达 这条路线不是很远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在执行 巴比伦行动的时候 以色列走的是一条 汪汪缺缺的路线 它选择的是避开的叙尼亚 选择了约旦 和沙特阿拉伯交界的地方 沿着这条交界的地方 空隙伊拉克 那么两个交界的地方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一般来说 是防守比较薄落的地方 第二呢 也是这两个国家 雷达比较薄落的地方 这条独具匠线的航线 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但是当计划 真正落实到行动的时候 一切会向以色列人想象的 那样顺利吗 1981年6月7日下午两点 八架F-16战斗机 和六架F-15战斗机 在以色列的 埃琪峰空军基地上 整装待发 所有人正坐着战情的最后准备 飞行员们已经进入座舱 而地勤人员还在忙碌着 为飞机添加更多的燃油 他们知道 此次行动的每一滴燃油 都非常宝贵 因为进攻的目标 将是远在1000公里之外的 伊拉克 以色列对这个F-16飞机 进行了改装 这改装的主要是两点 一个就是增大它的续航能力 因为这个F-16的 它的飞行半径1000公里左右 而以色列选的这条路线呢 有1200多公里 所以这行余不够 这样就在F-16的机翼下面 各装了一个副油箱 也在基附的下面装了一个副油箱 下午4点 以色列埃琪峰空军基地 响起了发动机的轰鸣声 以色列空军 驾驶的一架架 涂着外装涂料和越南空军标志战斗机 依次起飞 整支队共出动8架F-16战斗机担任主攻 6架F-15战斗机担任战斗盈护 他们将展开以色列历史上最为冒险的 一次突袭行动 没过多久我们就起飞了 一共出动了8架F-16战斗机 飞行高度很低 此前我们就在接受这方面的训练 为了保证行动成功 以色列空军司令大卫伊弗利 亲自挑选了24名尖子飞行员 组成一支空袭突击队 并进行严格的封闭式训练 飞行员首先要训练 就是如何在没有任何地标 没有地面的参照物的大沙漠中飞行 而如此准确的飞行训练 还只是初级入门 入门之后 飞行员们还要进行 更为高难度的训练 那就是密集编队训练 密集队形训练是什么呢 就是飞机一架安着一架 排成一个重队 把飞机之间的距离 要缩短到极致 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雷达上可以看起来 那么排成一路重队的飞机 就像一个大型的科技 就做成这样一个概念 然而就在巴比伦行动 刚刚开始后五分钟 老天却好似跟以色列开起了玩笑 一阵强烈的西北风呼啸而来 鸡群只好顺风起飞之后 调整为自北向南的飞行方向 那么这样一来 飞行编队必须飞越原计划 应该规避的亚卡巴湾上空 亚卡巴湾是一片旅游圣地 所有的游客都看到了 低空飞行的战斗机编队 而更糟糕的是 游客当中居然有正在度假的 约旦国王侯赛因 当时约旦国王侯赛因 正好在游船上度假 惊讶地看到鸡群从他头上 仅仅730米的高度掠过 朝东直飞而去 约旦国王一看上面这些 有一批约旦战斗机在头上 他就觉得不对劲 你这个时候不应该飞到这里来 他是空军驾驶员出身的 另外一个 他跟以色列有交往的 他就这批飞机都是以色列的 尤其呢都切成了这个约旦 就肯定不对劲 本着阿拉伯国家共同防御的原则 侯赛因迅速指示手下 通知萨达姆提高戒备 然而此时的萨达姆 正在两立战争的最前线 指挥对伊朗的进攻行动 无暇顾及侯赛因国王的警告 本已暴露的以色列战斗编队 就这样躲过了一劫 以色列空军为了规避雷达探测的 另一个办法就是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 始终保持着无线电完全静默 互联系 只是在飞越几个预定区域时 有领队向区域发出暗语黄沙丘 表示一切顺利 以色列将这次巴比伦行动的保密工作 做到了机制 以色列的保密工作也做得非常好 这24个飞行员是封闭式训练 家里的亲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更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工作 一直到6月6号的深夜 24个人当中有14个人 接到了正式命令 承担第二天的巴比伦计划 这样子他的保密就做到了最佳 把时间说成的最短 你想西路也没法西路出去 尽管以色列为巴比伦行动 做了严格的保密工作 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起飞30分钟后 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两国的空中雷达 还是相继发现了 这些闯入本国领空的不速之客 这一消息 令以色列指挥部的气氛 变得又一次窒息起来 然而仅仅五分钟后 鸡群领队再次传回那熟悉的暗语 黄沙丘 这意味着巴比伦行动 没有遭到两国的拦截 那么以色列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让约旦和沙特阿拉伯 不做任何反应 任其通行动 当这个鸡群 飞到沙特阿拉伯的上空的时候 沙特就问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 那回答我们是一旦空军 正在进行正常训练 那么再往一飞 飞到一旦了 越旦也问 你们是怎么回事 他们用很牛逆的英语回答 他说你看 我们是一家大型的空中客机 这样问过去 无论是从编队训练 还是航路的选择 以色列都进行了 非常周密的部署 除此之外 以色列的军队 还做了理应外合的准备 翠鸟突击队 是以色列的一支 著名特种部队 它被重点用于 空地协同作战 在战场上 使用激光术指示地面目标 1981年6月7日 翠鸟突击队 一支小峰队提前 深入伊拉克境内预定地别 为飞机放置了一盏领航灯 当以色列空军的F16战斗机 飞抵目标上空时 准确地为飞行员 进行了目标指引 现在我们知道了 正是这一系列的因素 才使得以色列战斗机 在飞过这条航线的时候 做到了掩人耳目 神不知鬼不觉 随后 以色列空军的任务 便是摧毁位于伊拉克首都 巴格达郊外的 奥西拉克核反应队 此前 北京总理在给以色列空军 做战略部署的时候 曾这样说到 此次偷袭行动 必须遵守一个原则 那就是 袭击的对象 仅限于伊拉克核设施本身 不得攻击除此之外的任何伊拉克目标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巴格达行动不仅要成功 而且还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国原舰人员和周围平民的上网 而要做到这一切的关键 就是看以色列空军能否准确击中伊拉克核反应队的要害 此次实行巴比伦行动的14架战斗机中 6架为F-15战斗机 他们的任务是预防来自伊拉克的空中威胁 而另外8架F-16战斗机 则担负着摧毁伊拉克核反应队的进攻任务 不过由于副油箱的重量扩大 导致每架F-16 仅仅只能挂在两枚1000公斤的MK-84型炸弹 而这16枚炸弹能否准确命中伊拉克核反应队至关重要 巴格达时间18点30分 以色列突袭机群到达目标上通 并很快发现了那座银色圆顶的核反应队 随即以色列编队展开进攻队型 F-16战斗机分3匹升至600米左右 轮番轰炸核反应队 第一波次摧毁核反应队主体之后 其余机群开始从不同角度 对反应队附属设施进行破坏性轰炸 一时间浓烟轮轮 爆炸声不断 仅仅两分钟 价值数亿美元的奥西拉克核反应队 就此荡然无存 面对这场精心策划的空中突袭 伊拉克的防空部队 却显得相当松懈和努力 直到以色列飞机飞雷目标上空 伊拉克的雷达竟还未发现 部署在附近的战斗机 还来不及起飞 用来保卫反应队的地空挡弹 赶不上发射 高炮的仓促射击也无济于使 6点45分 以色列飞机就这样无一损伤 大摇大摆地将燃烧的伊拉克核反应堆 甩在了身后 巴比伦行动的第二天 法国军方勘察了现场后 告诉萨达姆 伊拉克重建核反应堆 至少需要5亿美元和大约5年的时间 虽然萨达姆随后表示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仍希望重建核反应堆 但法国政府还是在1984年 退出了重建计划 就此萨达姆的核计划宣告破产 以色列空军只用了 仅仅两分钟的时间 就将这个不止森严的伊拉克核反应堆 彻底摧毁了 巴比伦行动可以算是圆满成功了 其不拘一格的作战样式 直到今天 仍然是许多军事爱好者们 津津乐道的话题 然而就在人们为以色列人的 这一次军事杰作拍案叫绝的同时 却很少有人知道 这一切的背后 其实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这一起阴谋的制造者 正是当时和伊拉克政治交往 处于蜜月期的美国 1980年末 也就是以色列空军 刚刚操练巴比伦行动之时 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 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私下达成了一笔交易 由美国中情局 向以色列提供一卷 有关伊拉克核反应堆 内部设施的绝密微缩交据 经过特殊处理后 放大的拷费上 清楚地显示了 伊拉克核反应堆的 各种关键设备 安装分布位置 及其精维作调 从以色列战斗机 在巴比伦行动中 摧毁核反应堆的情况来看 诸多细节上的完美处理 显然是美国中情局的功能 然而正是这个美国的重要机构 在两伊战争期间 曾向萨达姆提供过 至少30份重要的情报 当时的时候 美国通过其他国家 向伊拉克提供 所以到后来 反过来又去整伊拉克的时候 就说你大规模上升的武器 这些东西 所以人家都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但其实很多东西 说我当年都是都给过你的 你现在这东西到哪里去了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 掌握核武器的国家 它当然不希望 其他国家也拥有核武器 但是世界的发展 被以美国的意识为转移 那么在那个时候 世界上的很多国家 已经拥有核武器了 那么美国 从它自身的利益来讲 它并不希望伊拉克拥有核武器 至今仍然很少有人知道 巴比伦行动表面上看 似乎是以色列与伊拉克的恩怨 但实际上 这起行动的真正幕后推手 是美国 不是以色列扎就是美国扎 美国扎整个阿拉伯国家就反美了 那么就纵容以色列扎 说我给你这个东西 萨达姆万万没有想到 正是美国这位昔日的绝对盟友 断送了自己的核梦想 美国就是这么一个国家 你对它有利的时候 它是跟你朋友 然后你对它不利的时候 它把你当敌人 但无论如何 剑制核设施的巴比伦行动 已经成为了以色列 闻名于世的作战方式 可是尽管铲除了 以色列军方眼中的障碍 但这种以暴异暴的打击方式 却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以色列如果能收起战斗机 换而举起久违的橄榄枝 中东各国或许会呈现出 众所期盼的安全态势